你爱窦赵明什么 窦赵明 他一直跟我说 您从小就把他 看成窦家的希望 您对他的爱 让他刻苦民心 他没有理由 再让您受穷受累 他应该让你 过上幸福的生活 百事孝为先 一个这么孝顺的人 他的心底 一定是非常质朴的 我爱上 一个心底孝顺的人 难道不应该吗 孝顺的人多了去了 不光是他 这不是理由 他的严谨和智慧 让我佩服 他的学识和才能 也让我佩服 阿姨 能让我佩服的人不多 窦赵明是在我佩服的人 当中最出色的一个 他和小丽好 你知道吗 好了很长时间了 你告诉我 要是你们两个好了 人家小丽怎么办 阿姨 我想过 尚文丽也是我同学 我也很了解他 的确 他有些方面比我优秀 但是 在对于窦赵明 未来的前途上 我比尚文丽强 我能给窦赵明 更好的发展 阿姨 只要您同意 我跟窦赵明在一起 今后我会像尚文丽 对待您一样 当您的好儿媳妇 你的心思我都理解 你对窦赵明的看法 也很好 我也高兴 现在这件事 我是答应不了 我对不起你姑娘 阿姨 你想想 谁要从你心上 把一块肉挖下去 再换一块 这事要摊在你身上 你怎么想 尚文丽就是我心上的 那块肉 阿姨 我也能成为你心上的一块肉 请你相信我 哥 妈一口回结了信小琪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是听妈的话 还是自己拿主意啊 你说什么呢你 老婆重要妈重要 我都要 我跟你说 妈没同意之前 你不能胡思乱想 那你也得替我我想一想 反正这事我已经决定了 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不是老二 你这儿我朋友说你 小丽有什么不好的 你非要跟那什么心小琪的 你说这件事 你玩小丽玩多长时间啊 我都替小丽感到冤的口 你说你对得起谁 我告诉你 你得罪小丽也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因为这件事 把把气病跳怎么收拾你 我跟你没话说 你跟谁有话说 我告诉你 妈没同意之前 你不能跟小丽分手 听听见 天心里没个数啊你一天 你自己想想 小丽分手 我都知道了 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瞒着我 妈 我哪里做错了 我哪里做错了 我改 我改还不行吗 小丽 不管这个挨牵刀的 以后跟你怎么样 妈认你这个闺女了 你就叫我妈 妈 小丽 妈 小丽 妈对不起你 我没把她教育好 小丽 我不敢面对你 只能把心里的话 写在纸上 我爱你 可是我不能娶你 这就是我的命 我自私 自私到了放弃 可是我的心里 一直都有着你 我只盼着有一天 还能与你相聚 还能和你在一起 原谅我 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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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